另外台北市议会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积极调查 但是关键人物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却拒绝出席会议 让国民党议员直呼应该也要修法藐视议会 蒋万安今天回应说一切尊重议会 但是也在酸民进党以前曾经提案过 现在国民党提出国会职权行使法的修法 就变成毁线乱政 这显然是双重标准 谢谢大家